嗨 大家好 我是Grace 今天我要和你們分享的是久違的眼影盤心得 這一盤是小凱老師前陣子推出異想調色眼影盤格拉斯新盤 那這一盤呢 它很大 20 色 其實它已經上市一段時間了 可是我前陣子真的有夠忙 如果說你有follow 啊 IG 的話 應該都知道我前陣子真的是 我覺得過的日子很不像人在過的啊 真的超忙碌的 就是我從台北過渡到上海 中間隔離啊 還是怎麼的 隔完禮之後又過年嘛 過年我又連五根 所以其實那陣子我真的是好忙好忙好忙 一直到最近很多事情都已經安頓下來 也自己小小的放了一個假休息一段時間呢 就是才有心情還有時間好好的坐下來 品味一下這一盤它給我的想法還有心得 那我知道 因為它已經上市很久了 大概兩個月左右 啊 想要買的人應該也已經都買了 但如果說你還在猶豫要不要買的話呢 希望今天這支影片可以燒到你 或者說可以提供你一些要買或不買的一些想法跟建議啦 好 那影片開始之前 如果說你還沒有follow我這個人的IG的話 我這個人什麼意思 影片開始之前 如果說你還沒有follow我IG的話呢 更多的生活動態還有第一線採動訊息 我都會跟你們在IG囉 要記得追蹤我囉 那這個影片呢 我會分幾個段落 第一個我先和你們聊總體的心得 因為其實它上市很久了 什麼刷色啊 或是說你應該也看過蠻多人分享張榮的 所以我會先和你們聊我的心得 再來呢 我會帶你們走一個療癒的20色刷色 然後一一的和你們介紹它的質地還有顏色 第三個呢 我會帶你們走三種不同 我覺得非常好看的春妝 那如果說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先把資訊打開啦 就是裡面握詳細的把分啊 秒啊都寫進去了 好 那我們就趕快先從新的走起囉 好那這一盤呢 格拉斯是第三盤嘛 前面還有火星跟日暗 我前陣子在我的年度愛用呢 有分享火星盤 那終於要來他們非常新盤 我對它的心得 那其實格拉斯呢 稍微帶你們簡介一下 它是一個地名 然後它是香水之都 其實我在拍這支影片的時候 我有看過小凱老師的一些心得 就是它有發那個什麼 它的年度巨線 就是這個眼影盤 它有介紹說 它自己是無香不歡的人 然後格拉斯呢 就是香水之都 所以這一盤 它的那個創作靈感 就是把很多那種香水的一些 調味的成分都調進去了 不調進去就是放進去了 比方說什麼色香啦 我們常聽到無花果啦 或者說什麼黑醋粒啊等等 就是它名字就是這麼的直白 都寫進去了 我覺得這個概念非常的好 因為小凱老師說 香水也是精心的調配出來 前中後段 然後每個味道啊 怎麼樣子變化 怎麼的 那其實我們畫眼妝呢 也是精心調製出來的 因為你的顏色也要層層堆疊 你還要暈染啊 你要很細心很用心的 去把它畫得很好看 對所以我覺得這個概念還蠻洗腦的 看了一次我就忘不了 那我覺得這個眼影盤 它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那再來就是講一個比較實際面的 我覺得 跟日安還有火星盤比起來 格拉斯它算是一個 很像是豪華版的升級耶 就是其實裡面呢 質地有再新增一個 之前呢 最多到五個嘛 就是它九宮格眼影盤 有到五個質地 那這一盤呢 它有到六個質地 那多了這個質地呢 叫做寶石質地 我覺得還蠻酷的 而且裡面有部分的質地 也是有做升級的 比方說像是 星紗升級成星鑽 然後鑽石呢 升級成寶石 所以其實它這整盤的質地呢 都是有做在做升級的 再加上呢 我發現它好像除了柔物以外 其他的質地的那個鑽石呢 的量會再多一些些 所以其實你在做手背刷色 或者說你上到你自己的眼睛上面 去做化妝呢 你可以發現說 欸 眼睛上面的那個光澤感 比前兩盤還要再更強烈 再來就是這一整盤眼影 它的配色給我第一個想法 就是我覺得 非常非常非常的春夏 因為其實它拿掉我們那種 很常見的大地色系 你可以發現說 裡面有添加蠻多 我們在開架很少會去看到的顏色 比方說像是有那種 比較偏裸粉色啦 土橘色啦 或者說紅棕色 甚至還有一些 煙燻色調在裡面 所以其實我覺得它一整個配色 跟我日常看到的眼影盤的配色 是不太一樣的 有一次我在化妝的時候想說 啊 我現在要來畫一個很常見的棕色 結果我在這盤找不到 我還要再去翻其他盤才有 再加上它一盒裡面呢 有20個顏色 然後有6種不同的質地 所以它可以創造出非常多種妝容 那柔物這個質地呢 它非常非常的柔滑喔 而且它很細緻 顏展效果又非常的好 顯色度又很高 所以像我自己的妝 不算是太濃的話呢 我不管是淺色或深色 其實只要展一點點就夠了 它可以非常好的被延展 接下來第二個質地呢 是絲段 那它的質地摸彩是非常非常絲滑的 而且我覺得在刷的時候啊 很綿密 而且你可以感受到說 欸 它很滑柔 然後再加上它的顯色度 以及顏展效果都非常的好 然後你們可以看到 在一般正常的光線下面呢 絲段這個質地呢 它看起來就是有一抹 非常漂亮的絲段光澤嘛 可是你在強光下面去看它的話呢 欸 它裡面是有帶碎磷亮片的喔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質地 還蠻特別 就是光線不同呢 它營造出來的妝感也是不一樣的 那新磷這個質地呢 它的亮片感呢 是比較多的 而且我覺得它閃耀度是更高的 那我覺得這個質地 它的顯色度算是比較 中等偏高 然後稍微有一點點透膚的感覺 可是因為它的亮片感很多 所以其實它營造出來的妝感 是非常閃耀的 可是我覺得這個質地 有一點點小可惜 就是它會有一點小掉粉 所以會很建議 就是如果說用這個質地的話 一定要用手指頭 或者說沾式的刷具去上妝 會比較服貼喔 第四個質地呢 是琉璃 這個質地我好喜歡喔 因為它是有一點點 透光透明的感覺 跟一般我們看到那種亮片 折色光澤的那個光線 是不太一樣的 琉璃光它呈現出來是那種 水波光澤非常晶透的感覺 我好喜歡 然後再加上琉璃這個質地呢 它的那個亮片感是非常服貼的 而且它的延展效果 以及顯色效果 我覺得都算是非常適中跟剛好的 所以這質地我超級喜歡 第五個質地呢 是金屬 那金屬其實我覺得 它跟絲段還蠻像的 可是我覺得它跟絲段不一樣的是 它的光澤感要再比絲段更強一些 可是一整盤 格拉斯裡面那個金屬的質地 就一顆就是黑觸力 那它的那個黑觸力呢 又是呈現比較低調的那種金屬光澤 所以其實我覺得 乍看之下是跟絲段還蠻像的 第六個質地呢 是寶石 它很酷 它是濕式的質地喔 那因為它的那個亮片啊 還有那個金屬光澤呢 是非常強的 所以它要做濕式的質地呢 才可以更服貼 然後它的閃耀度很高 所以一般我通常都是拿它做畫龍點睛 做點綴用的 可是我覺得用途呢 就沒有那麼的廣 我還是比較喜歡 鑽石的質地 就是日安跟那個 火星眼影盤那個鑽石質地 我覺得那個會更實用一些 以上呢 就是我對這盤眼影的心得 那再來就是我要和你們分享 我對這整盤的一個總體的心得 就是 它們家的質地呢 我覺得 前兩盤 我比較喜歡耶 因為就是比較 不會飛 我不知道是 盒裝的關係還是怎麼樣 因為其實你們可以看到說 它這個線條做的也比較粗嘛 對不對 前面那兩盤它的線條是比較細的 那因為它比較粗 所以很容易沾敷那種亮片 然後尤其我覺得 他們家這系列新傳的質地 其實是稍微有一點掉粉的 就是會飛粉 所以相對來說呢 這一盤眼影的那個乾淨的程度 我覺得會比較難照顧一點 那當然對於一個包裝有潔癖的人來說 這是一個點 但如果說你不在意的話 那其實這沒什麼 那再來就是我會覺得 他們家這一次的盒子好像 我覺得比較難開耶 可能是因為比較大 所以它的那個受力點比較小的話 就會覺得顯得比較難開 如果說你有做光料指甲的話 我覺得這個盒子會比較難開 那其他的話呢 像他們這次有新增這個大鏡子 我覺得化妝變得更方便以外 那除了新傳質地比較掉粉的 其他五個質地我覺得都非常的服貼 然後顯色度很高 然後你化眼妝的時候 延展效果又非常的好 營造出來的妝感呢 是很有質感的 那接下來呢 我要帶你們走20色的刷色 然後我會一個一個 和你們分享它的顏色 還有它的名字 還有對它的心得感想 就是稍微簡單說一下 那我們就繼續往下看吧 好那第一個刷色呢 是格拉斯茉莉 它的質地啊是柔霧光澤 你們看它的顏色非常的淺 是米白色調 可是它的顯色呢 非常的厲害哦 然後因為它的顏色也比較亮 所以非常適合做我們局部的提亮 第二個顏色呢 叫做雪松 那它的質地啊是絲段光 是偏冷的深咖啡色 我覺得它看起來是非常低調內斂 可是感覺又很沉穩 第三個顏色呢 叫做香草根 那它的質地啊 一樣是柔霧的 你們可以看到它呢 顏色是比較偏淺咖啡色的 適合做我們的眼窩 或者是輪廓陰影的營造 接下來是粉紅胡椒 那它是新鑽光的質地 是夾帶珠光亮片的香檳粉 這顏色我覺得看起來還蠻氣質的 再來呢 是柔霧光澤的櫻花 那它就是櫻花花瓣的顏色 看起來是非常溫柔氣質 然後又很高貴的感覺 接下來第六個顏色啊 叫做海鹽 它的質地啊 就是我最喜歡的琉璃光 看起來稍微有一點點透明度的 米杏色的亮片眼影 這個質地啊 它看起來真的很閃耀 我非常喜歡它那個水波光澤感 第七個顏色呢 叫做黑醋粒 那它也是20色唯一一顆金屬光 是相當內斂又低調的深色眼影 那我覺得它的光澤呢 也是比較偏內斂的 所以我覺得跟之前我認識到 它們的金屬光是不太一樣的 再來呢是佛索乾 它的質地啊是柔霧的 然後我覺得它比較偏髒橘色的感覺 那這個顏色啊 對黃皮非常的友善 因為它可以去提亮我們的氣色 接下來呢 也是這20色裡面 唯一一個質地叫做寶石光 它叫做白色香 它的金屬啊亮片感比較大 光澤也非常的強 然後它呈現的是杏色 然後夾帶一點淺中金的感覺 然後它的質地啊是比較偏濕濕的 所以服貼程度也非常的好 接下來第10個質地呢 叫做石柳 它是非常經典 然後永不退流行的紅棕色 然後質地呢 一樣也是柔霧的哦 第11個顏色呢 叫做煙燻皮革 它是柔霧的光澤 然後呢 是非常經典大地暖棕色系 這個顏色超級飽和 也非常適合做眼線 第12個顏色呢 叫做鸢尾花 它一樣是柔霧的質地 我覺得它看起來是有點桃紫色 然後再加一點棕色 土色調的感覺 跟前面的煙燻皮革配在一起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好看 接下來呢 是綻紅花 它一樣也是柔霧的質地 是比較偏暖色調的磚紅色 然後我覺得它的色彩啊 非常的鮮明 所以其實這個顏色看起來還蠻活潑的 下一個顏色呢 是琥珀 那它的質地啊 是新鑽光 你們可以看到它裡面呢 是夾帶金色珠光 然後是超級漂亮的橘棕色調 然後這個顏色我覺得看起來非常的活潑 可是又不是優雅的感覺 第15個顏色呢 是無花果 它的質地啊 是絲緞光澤的 我覺得這個顏色看起來非常的溫柔跟浪漫 然後因為它比粉還要再來的更透一些 然後再加上呢 裡面還有夾帶很細緻的 所以它一整個看起來非常非常的優雅 然後又很內斂 第16個顏色呢 叫做五月玫瑰 那它的質地啊 是柔霧光 我覺得它裡面有夾帶一點點土色調 所以它看起來其實沒有那麼的粉 反而對我們這種黃皮啊 是非常友善的 下一個顏色呢 是冷紫色調的薰衣草 那它的質地一樣也是柔霧的 因為顏色比較淺 所以很適合做輪廓的修飾或打底 接下來呢 是鷹素 那它的質地啊 是新鑽光 這個顏色我覺得看起來非常非常的活潑 因為它是比較陽光 然後那種橘紅色調 再加上裡面呢 是有帶珠光亮片 所以它讓這個顏色看起來更鮮明 更活潑了 接下來呢 是晚香玉 那它是琉璃光的質地 是那種非常優雅又高貴 米金色珠光質地 然後稍微有一點點透明透膚的感覺 我覺得它呈現出來的效果啊 是非常有氣質 然後又很優雅的 最後一個眼影呢 叫做甜漿 那它的質地呢 是柔霧光澤 是我們超常見到鮭魚粉橘色系 這個顏色呢 它非常非常的百搭 你可以把它當作單色眼影啦 你也可以把它當作是眼窩打底色 甚至你也可以把它當作 修飾輪廓的一個陰影 都非常的適合 好 那我們進行到三種不同的眼妝 第一個我想先和你們分享的是比較偏粉色系 浪漫知性的那種春妝 好 那我們使用的第一個顏色呢 就是石榴 它的質地啊是柔霧的 然後我會拿它加強在眼尾的後三分之一處 第二個顏色我要使用的是櫻花 因為它的顏色比較淺 然後一樣也是柔霧的質地 我會拿它加強在眼頭眼褶的正中央 甚至我會過色到石榴的顏色 讓它的漸層感變得更自然一些 第三個我會使用到的是煙燻皮革 一樣是柔霧的質地 然後我會加強在七字部位去深邃整個眼窩的輪廓 第四個眼影我要用的是琥珀 那它的質地啊是新轉的 這個顏色呢 我是點綴在眼褶的正中央 甚至延展到眼頭的部分 接下來呢 我要加強我臥蠶的陰影 那我使用到的是香草跟 它是一個柔霧的質地 那這個顏色呢 它是比較接近我們的膚色 可是呢 它帶有一點點一點點咖啡色的感覺 所以呢 它對於陰影的營造是非常自然的 再來我要使用到的是保實光 那是白色香的一個眼影 然後我會用它點綴在我的臥蠶 因為它非常非常的閃耀 所以我的量呢 就使用一點點就非常夠了 第一個粉嫩春妝完成了 是不是非常的簡單 好 那分享給你們 你們覺得好看嗎 接下來第二個春妝呢 是比較有朝氣 然後比較有那種 活潑氣息 偏橘色調的眼妝 那我們趕快使用到第一個顏色啊 我要用的是甜漿 它是一個柔霧的質地 大範圍的暈染我的眼窩 第二個顏色我會使用到是佛手乾 它一樣是柔霧的質地 去暈染我眼尾的後三分之二處 然後用刷子的魚粉啊 去清掃到我整個下眼瞼的地方 第三個質地呢 我要使用的是藏紅花 去深邃我眼尾的後三分之一處 它也是整個眼神活潑的一個來源哦 接下來第四個眼影 我要使用的是雪收 然後加強我下眼瞼的三分之二處 讓我的眼睛看起來更圓 然後更深邃 第五個眼影我要使用的是無花果 它是一個絲段的質地 我會拿它點綴在我的眼澤正中央 然後延展到我的眼頭 然後讓我的眼神看起來是比較明亮的 接下來第六個眼影 我要使用的是香草根 去暈染我整個眼窩輪廓 接下來呢 我想要提亮我的眼頭 那我使用到的是婉香玉 因為它的質地啊 是琉璃的 所以它透過光線的擇色啊 會看起來是比較有那種浪漫 水波光澤的閃耀感 第二個春妝完成了 那因為是比較偏橘紅色調 所以其實整個人看起來是非常朝氣 有精神的 好那這是第二個妝容 接下來第三個look 我稱它為春天的派對 因為呢 我嘗試想要用這一盤 畫出一個比較派對的感覺 但是呢 我所畫出來的派對妝呢 還是非常的春天 所以我叫它春天的派對妝 首先第一個顏色 我要使用到的是 柔霧質地的鴛尾花 去加強我整個眼窩輪廓 然後包含到下眼瞼的部分 第二個眼影啊 我要使用到的是黑出力 它是金屬的質地 去深邃我的眼尾 然後呢 再把魚粉帶到眼頭 以及下眼瞼的三分之一處 讓整個眼窩的輪廓看起來是更深邃的 第三個眼影啊 我要使用到的是 五月玫瑰 那它是柔霧的質地 我會用它去暈染我整個眼窩 把剛才的鴛尾花再暈染得更自然一點 第四個眼影啊 我要使用到的是 粉紅胡椒 那因為它是新鑽的質地 所以它帶有亮片嘛 那我會用我的手指頭呢 去沾取做上色 然後大範圍去提亮我整個雙眼皮的折痕 去柔化整個眼神 好那第三個妝容呢 完成 你們覺得這個春天的派對妝容好看嗎 以上三種妝容 你們喜歡哪一個 有沒有覺得這三個妝 不管你怎麼畫 都看起來非常非常的春天 那當然就是我覺得 每個人化妝的說法不太一樣 像我自己是屬於比較 不淺 但也不濃 就是介於非常中間 啊我覺得怎麼畫都很春天啦 就分享給你們 那你們有沒有什麼不同的畫法 或者說你們覺得誰畫得很好看 又想要分享給我的畫 也都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那希望你們會喜歡這樣子的分享內容啦 如果說你們喜歡的話 不要忘記再分享一個單格 那跟我的生活動態 還有電線彩刀信息 我都會更新在IG 要記得追蹤我囉 下次見囉 掰掰